彭湖 彭湖它位在台灣的西部 我們大概有90座島嶼來組成 分為五鄉一室 同時我們彭湖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下所支持的一個世界最美麗海灣的成員之一 它有豐富的海洋資源跟地質景觀 也運營了非常多的在地特色的歷史文化 如果以交通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說一個島線 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彭湖這個90個島嶼裡面 就會有67個主要的漁港 擔負了我們90幾座的島嶼 島際之間的交通 也擔負了台灣到本島之間的交通 所以漁港對我們彭湖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交通動線裡面的一個主軸 我們大概有2800艘的船 總航次裡面大概將近12萬的航次 所以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是一個非常巨量的一個船隻跟這個航次 也是我們在管理上的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困境 那花費蠻多的一些能力資源 跟這些時間成本 這一次其實非常感謝國防中心 來跟我們本文縣政府合作 進行這個所謂的三維數位完生的智慧管理平坦 我想這也是一個全國首創的方式 這樣的一個數位完生的方式 其實基本上就是創造了另外一個跟我們漁港 類似的一個環境 讓我們能夠去比較更精準的去掌控 這個漁港船隻的進出 不僅讓我們能力成本就可以逐漸的減少 把人放在做對的事情 有些東西我們可以藉由科技的方式 去進行更有效率的方式來處理 我想這個是數位完生的智慧管理平台 帶給我們最大的一個幫助 首先數位完生的定義是 將真實世界先進行一個虛擬化的一個場景的建立 在這個場景建立上面 需要導入一個城市的脈動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大計算 比如說用AI的模擬高速運算的方式 去產生出我們需要解決的一個城市的一些問題 在跟洪武合作的這個三維數位港灣的案例上面 我們透過縣府的協助 又取得一些動態漁港的資訊 包含了一些港灣的一些重要設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一個很豐富的三維數位軟測體 你可以看到我們借接氣象局的風速風向的資訊 即時的雷達回波圖 動態的洋流資訊 那我們可以很輕易的透過視覺化的方式 掌握出現在雷達回波圖的一個動態的資訊 我們在漁船出航或者在捕魚打撈的一個範圍內 如果有遇到重要的颱風事件 我們是可以透過數位軟生的一個平台 先提早預警告知 那能夠讓附近周圍海域的一些船隻 及早去做因應 甚至提早返航 可以達到減少人為跟財產的損失 另外我們結合了AI影像辨識技術 能夠透過監視器的畫面 去掌握船舶的進出的狀況 也希望能夠結合現在有的AI的算力 能夠及時去辨識漁船 甚至大小或者是進港出港的數量的統計 能夠讓整個漁船的管理上面 可以更有效率 我們看到系統平台上面有一個叫航行模擬 以往船隻在入港的時候 在不熟悉漁港的狀態之下 我們是不是需要有一個飲水員去導引船舶 我們的想像是說 是不是可以透過空間資訊的一個概念 我事先告訴你 你的船舶在什麼位置上面 要透過什麼樣的角度進港 在這樣子的規劃之下 我其實可以在大量的漁船在進港之下 去透過我提供的一個軌跡的資訊 讓它可以逐一地去妥善地去停泊它的船位 設想一個情況 是不是有些地方正在進行演練 或者是那個地方是危險的海域 是不是可以透過數位嵐生的方式 是做一個虛擬化的電子圍籬的概念 透過電子圍籬的畫設 去標定這樣子的範圍 提前告解 傳播 請它及早地離開 其實我們在緊急應變 或者是在做那個決策輔助研判上面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重要 而且一個很好的一個系統平台的呈現 漁港的管理其實是供出一個很大的負擔 科技在離島我覺得會節省很多的人力 也會節省很多的時間 透過這個平台 我們就直接在這平台上做管理 第一個是巡查的部分 在辦公室值班的人員 就可以直接看到這些資訊 也可以在這平台上直接去做決策 或者是做資源上的分配 針對船隻的監控也很重要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就是監控船隻的動態 了解這些船隻的使用實行 第二個部分主要要做的就是調備駁位 現在的漁港其實不只要滿足漁業的需求 它還要滿足一些觀光油氣的需求 像馬公地山漁港它的駁位其實是不夠的 那未來就跟停車場一樣 你如果有觀光漁船要進來 你必須要知道說有沒有漁船的駁位 讓它可以停靠 還有一個就是它現在有結合氣象局的氣象資訊 所以它其實是可以進行一些航行模擬的 它可以讓你知道說目前這個港口 目前的天候是怎麼樣 駝位狀況是怎麼樣 以後你要進港的航線是要怎麼規劃的 那在沒有這個平台之前 其實這些資訊我們是都不知道的 甚至我們可能要去跟海巡去做釣運 所以有這個平台以後 我們就可以自動化的監測 這些資訊其實可以留下來 針對這個港以後的擴建 或是以後的規劃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也希望說 因為這只是一個示範性質 未來如果能夠去把它推廣到更多的漁港 我相信這對整個漁港的管理 還有它的安全的保障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平台的一個示範基礎 就是人間的側國在無所謂的 呼嘴 為了 段風來就是一個非常大的 是 有最大的 感谢观看